位于安邦太子园早市巴沙后面围离的一块空地 原本是作为人民巴沙保留地 今年初开始却展开新建单层私人商业中心的工程 引起当地小贩和居民的不满 马华班单区会主席拿渡梁国伟 三天前和当地的小贩工会到场抗议 遭到行动党莲花院州议员张飞倩的反驳 只有关空地在1990年开始已经是商用的私人地 要求梁国伟出示线报颁布为巴沙的证据 梁国伟今天再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回应张飞倩的要求 我要告诉张飞倩这个是明明显显 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安邦加埃市议会在2012年发出的 由城市策划局发出的这个规划图 所以我们看到也非常清楚 这块地就已经规划为巴沙 不管你是公有或者私人拥有 这块地只能够用规划为 已经被NPJ规划为 只能够建巴沙 此外梁国伟也指正有关的工程存在弊端 除了企图设建家庭娱乐中心之外 在争议还没爆发之前也没有树立告示牌 似乎要隐瞎实情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商业中心 重点在于 看到没有 大家集中焦点在这边 布萨伊布兰格罗格 这个是个家庭娱乐中心 这个又是一个欺骗 所以这个非常多的弊端 这个project 当天上两天星期一的时候呢 我们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所以那天大家还记得没有 那个大的牌还没有树立起来的 但是在那天下午呢 我们就发觉整个牌就上了 已经上来了 这个要照这个牌 并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好的 这个表示说 那个牌早都已经存在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收藏起来 不要树立起来 很明显的他们做贼心虚 梁国伟表示 他将会协助当地的小贩和居民 致函给安邦在野市议会 要求停止有关工程 否则将会要求反弹会 彻查此案是否涉及贪污成分 霸道空间邓穗金 吉隆坡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